善良协会贴心聪明会节 善解人意秀外会中敦良工险 气质出众美丽大方 其健持家萧顺公婆 还有谁能超越她 你这做老婆多合适 新果蜜媳妇海青 即将登上中天娱乐台 1月24日起 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 媳妇的美好时代 结果会翻转呢 其实有记轮回 昨天晚上才手持鲜花 就是希望探视问讲 但是遭到家属拒绝吃了闭门羹 有记跟马基尔律师呢 都希望和解 但是灵性问讲的律师 则表态不谈和解 双方陷入僵局 马基尔和有记轮回 殴打司机 检方一重伤害未遂 分别求刑四年和六年 离开庭没剩几天 25号晚上 有记表达善意 想要道歉 却吃闭门羹 好像都根本都没什么诚意 怎么说 只是说他们要来 结果都是没有 因为你既然你有这个诚意 你当面来就没有关系 你当面我可以原谅 你送花来什么意思 没有用 有记除了传简讯 送花到病房 还有亲自前往探视 但都遭家属拒绝见面 林青四季律师周武荣 甚至希望双方不要再有接触 强调不谈和解 将可能以杀人罪来攻防 你收到那个简讯之后会去 会让他们来看吗 对于那个游戏有没有 真的是会有那个恐惧感 有记的黑道背景 让家属不敢见面 25号晚上传出司机已经出院 在万租屋请看护照料 离三月一号首都开庭 倒数四天 有记律师希望把和解放第一 不过灵性司机律师表态 拒绝和解 而马凯尔律师也是希望和解收场 目前看起来决定权掌握在司机手中 就看开庭那天 双方律师如何攻防 专新闻综合报道